新科立委身价破了光 像是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堪称是股王 因为原本已经拥有11张 护国神山台积电股票的他 去年逢低又买件10张 近期每股大约600元左右来看 21张的股票市值就超过了1200万元 而至于新科立委当中 新科帝王现金王又是谁呢 比较特别就是这届还有车王 拥有一辆老斯莱斯 像我们这种就是对股票 真的不是很懂的人 才会去买台积电 因为只知道台积电而已 护国神山台积电的股票 高嘉瑜一直都很爱 当立委之前就有11张 在去年1月到7月间 追加买进10张 当时股价300元上下 现金600元左右 市值约1260万 堪称港湖股王 而本届新科立委中帝王是他 因为我们在地已经期待 那留下来的那些持分 其实都非常的零碎 话说的客气 新科立委地产排行榜 第一名是郑正前 拥有48笔 接着是林文睿 44笔 吴一丁有25笔 至于现金王是万美龄 申报金额超过6000万元 吴一丁有3000多万 张玉美有2700多万 比较特别的是这届还有车王 这个已经是很久的事了 其实这个 我们是在做汽车的行李 我在海外40年 我都在做汽车买卖的 比如说我保时捷也是10年 24岁就勇闯非洲创业的文玉霞 在当地成家立业 成为事业有成的台湾企业家 拥有一辆本田 两辆保时捷 一辆劳斯莱斯 似乎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不过立院里头也不是人人身家 都是七八位数起跳 民进党的鸿燊案 总财产61万多元 说我是赤贫的委员 其实我听得吓一跳 因为我第一个时间反映就 哈 我又很穷吗 尤其是跟我在同年龄的年轻人里面 其实我大概就是很正常的收入 监察院近期陆续公布 新科立委的身家 才发现原来不是每位委员 都有权又有钱 董森新闻 众多报道